第2号台风马娃 它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强烈台风的强度 它的强度在过去有略微减弱 不过它中心风速还是维持每秒51公尺 还是一个强烈台风 它的爆发半径也有稍微略微缩小一点点 在目前是280公里左右 从它未来的移动路径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未来持续向西北溪的方向移动 但它的速度开始逐渐的发慢下来 过去它的移动速度大概有每小时22到25公里左右 但是未来它是以西北溪 每秒19公里的速度 朝着西北溪的方向前进 目前它距离台湾大概 RM比东南东方接近1000公里左右 我们预估31号的时候 来到台湾东南部海面之后 会逐渐的向北移动 而向北移动的过程 因为贴近我们东部的外海 所以我们预估在31号到2号的时候 都还是受到它的外污環流影响 天气相对是比较不稳定的 我们从今天的卫讯图上面可以看到 台风的位置距离大概1000公里左右的地方 但是整体来说台湾附近的天气 相对来说是稳定 今天大家注意 外出要注意防晒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要注意到 就是在东部的海域 其实受到它的影响 已经开始有明显的长浪 我们预估整个海景可能发布的时间 会比较弱在明天的下半天之后了 目前看起来的话 现在目前发布路径的几率 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一点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它的路径的变化一直在改变 这边还是会持续注意 马蛙台风呢 目前是在台湾的东南东方的海面上 往西北西的方向来移动 即将要来北转了 现象达人彭启明就说了 这个预测路径上面偏台湾多一点 今天到明天的发展会是关键 气象局也预测说呢 最快在明天清晨上午 会来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照目前的预警来说 路上警报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啊 有可能海上警报 但是不太会放台风假 昨天你有没有出去走一走 天气非常好 温度非常的高 户外活动还是两件事情要注意 防晒跟补充水分 那一定问我说 那今天能不能出去走 今天当然要出去走啊 因为今天仍然是一个晴朗 而且是炎热的好天气 不过呢 礼拜天的下午以后开始呢 在东部游玩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东部海域的风浪 随着到了礼拜天的下午以后 开始要逐渐的增大了 在海边活动的朋友 海上钓鱼的朋友都要特别的注意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目前最新的整个台风的动向了 来我们先注意到这张卫星云图啊 先可以看到台风的暴风半径是300公里 在昨天的时候 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 朝着偏西的方向移动 但你可以注意到高空场的云带发展正在往北边拖上去 那整个移动的速度来说 已经在昨天晚上开始减慢了 目前的资料看到是每小时大约在19公里的速度 朝着偏西要转西北西走 最重要原因 因为它已经到达了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而在昨天 我们是因为在下沉区的关系 就台风外围这个晴朗的区块 各地是天气晴朗 今天白天仍然是个晴朗的好天气 所以呢 外出还是防晒还是补充水分 不过到了明天的时候 礼拜一的时候 外围的云层会开始接近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所以呢 北部跟东部地区呢 就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降雨出现 中南部缺水仍然持续哦 没有影响哦 所以呢 从桃园以南全部都仍然是晴朗的好天气 那我们再来就从它的路径图来看看 未来台风的动向了 我们从这张最新的路径图上 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整个移动的方向来说是一个比较偏着西北西的方向在开始转 而到了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正要逐渐北转 那北转角度很重要 目前看来已经有点偏东咯 那以现在的资料看来 太平洋高压退的可能会快一些 所以呢 还有可能再更往东边偏一点 所以呢 它刚好这个暴风圈的边缘啊 就在绿岛蓝雨的东方海面 1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 所以呢 会不会发海景 那还要看到时候等到了周一跟周二 整个往北转的角度而定 礼拜四就已经到达我们台湾东方海面了 大约在400到500公里左右 如果说高压退的快 它甚至就大约在600到700公里外 正在朝着比较偏东北东的方向在走 所以呢 对于我们的天气系统来说 主要就在周一 周二 周三 到周四的时候 这一段 它会使得外围的云层进来 使得北部跟东部有短暂雨 还是一样 桃园以南一直到屏东 全部都是晴朗的好天气 但要特别注意是 当台风到达我们东方远阳中 在东部地区海域风浪大 北部海面风浪大 还有西半部地区海域风浪也会增大 海边的风都会比较偏强 所以在礼拜一之后 如果你是在海边城镇的朋友 骑车要特别的注意 那我们再来就用 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分析图 来告诉大家 天气状况会怎么样的影响 第一个先来注意到 礼拜天的时候呢 台风的中心位置 已经逐渐的接近我们台湾的东南方 约10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到了星期一的时候呢 又再接近一点 但已经开始北转了 星期二的时候整个很缓慢速度 正在朝着北北东或东北的方向前进 但你注意北方有封面 有没有看到 朝线出现要拖着它往东北走了 太平洋高压呢已经退了 那接着呢 到了礼拜三的时候呢 你可以注意到 台风系统来说 已经在我们的东方最远洋的海面上 近的话大概500公里左右 远的话呢 大概在700到800公里左右 再往偏这个 这个偏东北的方向再走 当然我们就要看它 整个北转的角度而定 那到了礼拜四的时候呢 台风已经逐渐的到达了 琉球群岛的南方的海面 那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台风已经接近到琉球群岛附近 随着封面在朝偏东北方向离去 那到了 再来就到了礼拜四五六 哎 礼拜六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台风系统已经到日本南方了 但你可以注意哦 北方有冷高压下来了 所以呢 当这个高压下来的时候 就会为我们带来一点微弱的东北风 反而使得下个礼拜六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云多温度降 高温没有超过30了 会有一点点短暂雨 那有些朋友会说 啊 那那个什么西南气流 没有西南气流 因为它上去之后 冷高压下来 再来呢 整个季风的水气潮 就开始是逐渐往长江流域的方向在移动 所以相对的 台风从我们的旁边擦边而过 对我们最不好 因为最主要呢 梅雨系统的整个西南季风的建构 完全被它给打乱掉了 不过 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呢 在今天的时候 还是提醒大家出游去 两件事情注意 要防晒 要补充水分 各地好天气 不过从今天的傍晚以后开始呢 东南部海域风浪要开始增大了 傍晚恒川半岛 所以呢 在海边活动的朋友 到了礼拜天以后 到下礼拜一 一直到下礼拜四之前的时候 甚至到下周五 都要特别注意 东部海域风浪大 到明天之后 外温气的影响 北台湾 尤其大台北地方 东半部地区 恒川半岛开始也是 比较明显的降雨 下雨的量值 逐渐明显起来 而周二到周五 受到外温含流的影响 所以台风位置的改变 周二到周四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东半部地区 尤其宜兰 花莲 可能都要注意 局部大雨发生的行星 另外到周五的时候 台风的位置 更为北边一点点 来到花莲东侧外海 降雨的区域 稍微有一点点改变 我们可以看到 在北台湾地区 还有东北部地区 甚至中路山区 开始都有些 比较明显的降雨 降雨的区域 在东部东南部 开始稍微缓和下来 不过未来 随着台风路径 它移动的变化 整个降雨趋势 它还是有可能转变的 我们要提醒的 就是在周二到周四 还有周五的时候 受到台风外围的 海流影响 在零封面的地方 特别都要注意一些 局部大雨的发生的行星 周一开始沿海的风见增 各地的浪也逐渐增大 北部东半部 会有正雨以外 周一之后 新竹以南也要防高温的行星 然而周二到周五 现在看起来 是台风比较接近的时候 外围海流的影响之下 我们要注意 绿岛和蓝雨 现在目前看起来 是影响最大的地方 因为它的风很大 浪也很大 然后北东除了见些震雨之外 也要开始注意 可能包含像前期的 宜兰花莲的大雨 到后面 北台湾地区也要注意 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雨 我们看到 如果是跟昨天相比的话 它并没有再往西边 跟接近一点点 但是它的速度 有稍微放慢一些些 比预估的还比较慢一点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31号到2号的时候 它还是在我们台湾 东侧的外海这个地方 而至于雨势部分 我们刚刚也可以看到 在周二到周四的时候 它整个外温环流 大概比较偏北 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雨势整体来说 降雨地区最高 其实就在北台湾 跟东半部地区 那雨势最明显的地方 现在看起来 目前如果在宜兰 或者是花莲 或者是花莲 更北边一点的地方 所以台风在6月2号 我们可以看到位置 来到更北上一点 在花莲东侧外海的时候 随着风向的转变 所以说可以看到 北台湾地区的降雨 反而比周二周四 来得更明显 我说北台湾 可能包含像新竹苗栗 这些地方 反而在花东这些地方的降雨 开始比较明显趋换 其他各地的话 大概就偏向 午后雷震雨的形态